我叫蒲穆明 我是美国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的教授 我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所长和研究员 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个神经生物学里非常有趣的问题 就是记忆学习的突出细胞机制 我们都知道很多科学家 很多同学对神经科学感兴趣 主要的原因就是神秘 神经科学大脑确实是最神秘的一个生物体 人的大脑只有三磅重 但是里面有一千亿个细胞 每一个细胞有几千个突出连接 与其他的细胞有连接 在这种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 这个网络的功能就是能够进行所有我们人的一切所需要的高等功能 包括感觉运动 包括继续学习语言感知 包括情绪 包括情绪 所有这些高等功能都是由大脑主持的 在过去这40多年来 对这些高等神经高等功能 比较之所谓整体功能 这种功能的了解 在细胞跟分子阶层有相当大的进展 那我今天想讲的就是怎么样从细胞分子阶层的了解 来进一步的看高等功能是怎么样出现的 这个高等功能我想说的就是记忆跟学习这个功能 我们假如把这个神经系统打开来切片 切这个大脑披层切片来看里面的神经细胞的构造 我们可以看到用不同的染色方法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细胞形态 假如只染色细胞的核 你看到这个切片是完全密密麻麻的 充满了整个这个神经系统 就是这个细胞是紧密排解 紧密排列 但是假如你用另外一种这个染色方法 叫做沟吉染色 这沟吉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解破 神经解破学家 他发现用一种银的溶液来染色的话 只有几个percent的细胞会被染到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单独细胞它的形态 包括各个它的细胞体 它的各个土体 假如说是每个细胞都染色的话 全不是黑的 就像这个一样的 就是沟吉染色的好处就是只有少数细胞被染色 就是用了沟吉染色的方法 这个西班牙的这个著名的神经解剖学家 可浩在19世纪末期呢 就做了大量的工作 把各种神经系统 各个不同不同这个动物的神经系统的结构 网络结构都画出来 他的功劳是非常的大 他的画的图到现在还都可以用的 他是一个非常认真 非常用功的铁波学家 白天上班在巴斯罗纳大学里教书 晚上在家里自己的厨房的桌上画图 他的医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是使我们现在了解 神经细胞是由一个神经元组成的 整个神经系统是神经元组成的 一个神经元代表神经系统的单位 这个观念是可好推的